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香港 今天有我NICOLE和Karen陪大家了解成钟事 看看香港有什么大小事 精准扶贫一直都是政府很关心的议题 洛斯会昨天发布新一份香港贫穷状况报告 发现贫富差距扩大至超过80倍 报告分析了政府统计处首季的数据 以家庭月入中位数百分之五十以下定义为贫穷线 即是一人住户月入五千元以下 二人家庭一万一千三百元以下就处于贫穷线下 根据报告有超过139万人处于贫穷状态 也就是差不多10个港人两个穷 贫富差距由2019年相差超过34倍 扩大至今年接近82倍 最富裕的家庭月入中位数超过13万 但最贫穷的一成家庭月入中位数只得一千六百元 而至于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扩大呢 机构就估计是与人口老化有关 贫穷户大部分没有工作收入 没有强积金 主速也不多 以至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洛书会建议政府重新制定贫穷线 帮助实现精准扶贫 尤其集中资源协助贫穷长者 呼吁当局降低长者申请再职家庭津贴计划的门栏 生活安稳 安居乐业是不少人的梦想 想在香港找一个安乐窩可以考虑买居屋 事关西亚旗的居屋 今天开始接受申请了 今期居屋有五个屋苑 一共提供大约7100个单位 包括启德启营苑 观塘安柏苑 游塘高熙苑 屯门绍湖苑 和东涌御兴苑 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186 至到大约510平方尺 以市价7折出售 售价是由143万至到467万 当中启德启营苑是五个项目入面 面积最小和售价最低 最平的单位是143万 以录表申请人为例 首期只需要给最低5%的楼价来计算 入场费大约是7万1千元 就可以上车了 申请期由今日到10月23日晚7点 为期三星期 预料今年第四季搅珠 2025年第二季开始选楼 想自业的市民就要留意了 居屋暂时就未有得看 不过国宝现在就随时可以欣赏了 说的不单是近期的红猫 有机构就举办了著名作品 清明上河图 積木立体版的展览 还成功挑战建历史世界纪录 凌显我知道你去看了 没错 现在立刻带大家去看 想认识国家文化 可以读历史书 可以看历史电影 但想深入学习 原来有很多不同途径 例如砌植木也可以 你看看 专门国画清明上河图 以描绘北宋首都开封的繁荣景象 成为巨作 趁着国庆日子 有机构就用了五个月 是商场砌出全长26米 阔1.78米的清明上河图立体版 打破積木品牌的建历史世界纪录 全球最大立体情景模型 同场展出多件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積木雕塑模型 包括龙行天下 兵马俑 国宝大红猫和红猫猫宝等 被市民参观 为什么看这个模型 很漂亮 很值得欣赏 我觉得这部画很漂亮 砌得这么好, 我真的很逼真 我觉得很特别 挖尼座真的很震撼 美得不得了 最喜欢哪个部分呢 这里的河 好像解重度很高 做得这么漂亮的桥 它现在砌得这么逼真 种的和田应该很特别 那个构丝真的很厉害 Andy, 为什么这次构丝 这个立体積木清明上河图呢 其实清明上河图 積木模型这个构思 我们都在六七年前 在内地做很多中国式建筑 已经有的 而清明上河图 是一个很著名的全世名画 描绘了一千年前 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人民情景 我们都希望能够用積木 去将这个这么宏伟的清明上河图 演绎出来的 清明上河图本身有很多精细的构图 怎样用立体積木去呈现出来呢 其实我们都是参与画作 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一些 历史文献的资料 我们再做出深入的研究 然后是利用我们的積木 去模仿当时不同的建筑物 船 交通工具 甚至是利用人仔 去做当时画里面的小故事 或者情景 那这次制作的过程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一幅画本身 是一个单式的作品 而積木是一个七彩缤纷的玩具 其实当我们用七彩缤纷的植木玩具 去演绎单式的画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填上颜色 而填上颜色的时候 我们都要参与很多历史文件 希望能够营造那个效果出来 而第二个就是 幅画本身是一个单面的 我们要把它变成立体模型 其实是 譬如说是很多位置 比如背后 或者一些幅画的下半角 我们需要把它补完 这些都是运用了我们的创意 和参与了很多历史的资料去制作 第三个就是 积木的人偶的一些衣服 表情的动作等等 都是有所限制的 这个我们只能够尽量地去演绎 或者甚至乎将我们的创意加入去 去将一些比较有趣的情景 去演绎出来 你会最推介大家欣赏哪一个部分 在红桥的周围 有很多很繁盛的商店 或者我们都放了很多人仔进去 然后演绎了一幅画里发生的故事 另一个也是汴京城内 在城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一些店铺或建筑位 或者很多不同的人 去制作不同的故事 你们就破了建历史世界纪录 有什么感受 真是很开心、很感恩 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是自己一直想做 然后可以代表到中国人 去挑战世界纪录的一个项目 记得读中学的时候 有读到北宋的历史 这次就在现场看到一个个用积木 堆砌出来的场景 有一条条的街径 又有古时的泰医院、大酒楼 很有那个年代的风貌 很细緻 教授和我们介绍清明上河图的出处和故事 当时的一位宫廷画家 叫做张宅端的一位画家 为当时的皇帝、徽宗皇帝 他画的北宋首都汴京城的一个景色 在里面有很精彩的 亦都很长进的 当时的生活的白泰的描写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 中国绘画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在看积木版的清明上河图 你会建议大家留意哪个部份 我想可以分为前段、中段和后段三 前段的未入城之前的一个 成交的旷野的一个景色里面 我觉得最有趣就是 中间一个田野、宋朝是一个 很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 在《周辰端》的作品里面 亦都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农家生活的感觉 至于在中段的部份 当然就是不得不提最出名的 那条红桥的部份 红桥上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发生着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都鼓励大家去探索 至于后段 进入城最热闹、最富庶的地方 亦最多商业搏洞的地方 客棧有一个小小彩蛋 我自己的研究认为 那个日子就是我们的作者 张札端老师 我们去跟张老师和大画家 大声招呼之后 在斜对面 有另外两个很多朋友会忽视的小建筑 一个是一间诊所 另一个是一间银行 刚才听了这么多有关 清明上河图的历史和故事 我就决定再慢慢欣赏一下 这个立体模型 然后回去补货 读多一些历史书 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故事 小小都有听过一首卡通歌 《创作力量和幻想》 会客你一条 创作可以天马行空 大家有没有想过 平日身边见到的物品 原来都可以摇身一变 成为机械人呢 今晚有请插画师叶维青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画笔底下的机械人故事 欢迎Felix Felix你好 你好 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将我们香港日常 见到的物品变成机械人 因为这个灵感是哪里开始的 这个其实一直都想将香港一些元素 加一些科幻的东西去做一些创作 《机缘巧合》 就是有一次在社交媒体上 有一个活动 鼓励大家在三月份里面 做一些创作每日画一款机械人 我将香港的元素加进去 成为了 即每日画一款 就画了三十只机械人 就开始有这个系列的出现了 你创作了这么多的机械人 有什么系列的呢 基本上有公共交通工具 主要其实最初第一批都是公共交通工具为主 例如有小轮 小轮其实我自己做的时候第一次就是因为觉得 突然觉得那个维多利亚港搭船的时候 为什么搭得这么短 比以前短了这么多 所以有一个灵感就去画了一只小轮 后来就一路将我小时候搭那些车 或者搭车的经历 那些经验 譬如搭小巴 就觉得是很亡命的 那种感觉 是很瘋的 所以就一路做 那也都有一些 譬如巴士 你都画了很多系列 那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有很多童年的回忆 一些吃的东西 玩的东西 各方面 那基本上 以前所有东西你接触过的 都尝试将它变成一种 用一个机械人的角色化去做一种记录 我刚才看这些照片都留意到 你特别喜欢一些 可能懷舊一些旧款的一些模型 融入你的创作里面 但是这么多款作品里面 会不会你自己都有特别喜欢 特别满意的一些作品 都有几款是比较有感情一点 第一个就是安全堂灯箱 这个其实就是七几年来香港 这个其实是由英国引入来的 但是这种白头黄身的灯箱 其实是很香港代表性 因为它是一个全本土的设计 我觉得它很惨 就经常被人撞下 所以我就觉得要骂它 而且它现在消失 有些保育的作用 另外就是安全 另外就是垃圾盒 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 一个政府的宣传 有只垃圾虫 就经常都是出来 很多公共的宣传活动 被人追打的 它是一个很出的角色 我将它重新二创就变成了我这个基础 是 还有我留意到垃圾桶 旧式的垃圾桶做了它的书包仔 很有趣 是 是 是 我又将它变成了车仔 是 为什么你又会想到 将你的创作这样实体化呢 其实实体化是因为第一次 我出了将这一大堆的创作之后 变成了一本画集 后来有些朋友仔很喜欢做职目 它将我的角色全部变成一些实物化 即是那些角色 也同时有些朋友觉得 这些角色很有趣 可不可以将它变成玩具授权 可以做一些实物呢 于是乎就一路一路做下去 就变成了一个系列的 一系列的模型玩具 创作里面有没有什么 都令你很难忘的事情 我想最难忘其实 都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发觉 我原本是纯粹自己开心的 做这个项目 我发觉原来都有些意思 即将某些东西 旧的香港用了这样的形式去记录 或者是介绍给一些下一代 譬如有些小朋友看完之后 他纯粹因为这种角色有趣 然后问回背后的历史 在两代讲故事的过程里面 你发觉原来 它是有一种传承的意义在里面 还有连续到大家的一些情怀 甚至跨世代 但是你做了创作这么久 会不会觉得其实做创作当中 要找灵感有什么挑战 或者我其实不是 可能平时多点留意新秘的事物都可以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灵感来自多点的 我喜欢坐电车 坐电车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就会记低或者会画的 很多时候做了一个造型 我就会将它加一些故事 就是我自己的经历里面 例如我坐小巴 我觉得是很顿的 很颠簸 所以我画了出来那辆是一辆 类似一辆 一辆车车的感觉 是很有趣 所以看到你这些 无论是你的画策 或者是你这些实物的公仔 都觉得很开心 令人会心微笑 以及像你所说的 可以联系到大家 多谢Felix和我们分享这么多 也都很期待你接下来的一些不同系列的创作 可以带到给我们的香港人 创作除了可以展现在艺术上 也可以展现在厨艺上 煮食也可以加入创意 以下来就跟嘉莲去一间素食餐厅 品尝厨厨师法版的《欧马卡锡》 要有一大群朋友去吃饭 要配合所有人的口味 有时真的不简单 还要那间餐厅可以容纳到这么多人 他又说要吃肉 他又说要走肉 我真的很棘手 不过不要紧 有我找素真汤士帮你搞定它 你有你吃肉 我有我招呼我的走肉朋友 还要是素食阿玛卡锡 你听过吗?听过吗? 我今天就来到这间 位于铜锣湾的日式餐厅 这里的装修以灰色和木色为主 再配上简约的设计 整个氛围也很有格调 我觉得挺配合我们这些食素者的 平和心情 餐厅的开放式寿司吧桌 都非常阔落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 近距来欣赏 拥有27年日式料理经验的主厨 强师傅征赞的厨艺 在我吃之前我想说这间餐厅是非常贴心的 为什么呢?他们提早会问我 我一年吃不吃蛋 吃不吃五身的才设计菜单 所以我今天就解释了这个 纯素的餐单 有什么食物呢? 我就问问这里的总厨, 强哥 强哥,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预备了什么美食? 可以 今天的餐单预备了三款熟食 有七款寿司 吃熟食之前 我们首先会给你三款前菜 是 第一, 可以先吃南瓜 是 瓜豆腐 接着吃菠菜 最后吃的纯菜番茄 这样吃 我们先试试 豆腐的豆味很重, 好吃 我很喜欢酸味 是, 配合的很好吃 接着这个就是熟食黑松露炒杂菌 里面有小笋 粟米芯 是 小香菇, 碗菇, 还有白菌 它放入黑松露, 它有少少 一太多就很长的味道 太多就很长 接着这个就是素菜天婦羅 是 里面有梦蓉菇 日本的青椒仔 南瓜, 还有莲根 你看到前面散开的很漂亮 这个就是素面 然后就加了少少盐盐做的调味 我明白为什么你不放酱油给我 是 因为味道已经很足够 放了少少盐 而且如果你放了酱油 天婦羅吃出来就会不会那么脆 是 这个就是京都豆腐 好, 其实本身豆腐是比较偏淡的 是 我们不可以每一样都靠盐 去发挥的味道 是 所以我们唯有在酱汁下跌功夫 就用冬菇去熬了酱汁 我们要用宿舍皮子面 吃寿司之前 吃个北海道白苏米 清清味道 吃起来很清甜 对啊 我很喜欢这个 然后再帮你寿司 有程序的 好, 師傅, 撒上去也要 這是沖繩的海葡萄 我的口不太大, 一、二 一咬進去, 口裡會有點黑 爽爽的 對… 有點像吃蟹子的口感 是… 然後這是洋洋青瓜卷 是 很漂亮 我們先吃這個掃帶子 耳朵的… 對, 耳朵的 一整粒 你把菇醃製過 醃製了一萬 日本菜一般做的醬油 會有堅魚的成分 如果我們不加堅魚 變成醬油很淡, 第一 加少許薑, 帶出味道 然後下一道菜會是新香卷 這個是黃蘿蔔, 中間的是秋葵 是, 再捲了一層白蘿蔔 對 新香卷 很酸酸, 很好吃 外面白色的蘿蔔 用柚子醃製 所以有一點清新的柚子味 然後是龍筍天婦羅卷 是 吃這個的時候, 小心熱 小心熱 阿先生, 適合你 很熱, 不過很脆 然後這是牛油果 下面的是海苔天婦羅 表面是七色米通 先嘗嘗 聽到嗎?很脆 有甚麼聲音 這是最後一道菜 這是脆肉瓜的手卷 這個也是天婦羅, 先炸掉 我又這樣拿 又來了 我先這樣拿 很濕的聲音 脆肉瓜, 好吃 最後一道, 還有麵豉湯 小心熱 喝完之後, 整個胃都溫暖了 很滿足 你的素食餐單的理念是甚麼 現在這個時間 很多人注重了健康 所以我們也會想 素食會否有一個空間去發展 真的吃素的地方 真的只是吃素 不會有肉類或魚生 我們希望將這件事 可以融合在同一間餐廳裡做得到 而令到吃不同食物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坐在同一個地方吃飯 看完一頓這麼精緻的素食 Omaca西鮮肉 是否覺得 原來素食也可以這麼豐富 這麼多不同的形式 是否不夠猴呢 不過不要緊 因為下一集 我們會去到一個很寧靜的咖啡 下一集見 多做運動身體好人人都知道 Nicole 你平時都做運動 為甚麼你那麼喜歡做運動 其實我本身身體很散弱 但自從有做瑜伽的習慣之後 我的身體就健康了 亦都精神了 體體也好看了 做運動就可以強身健體 做義工就可以身心健康 如果這兩個元素加起來發生 就特別有意義了 接下來有機會 由昨天10月2日開始 到11月15日 全運會香港賽區 會進行第二階段的義工招募 今次招募的對象 年齡介乎15至17歲的青年義工 有興趣的青少年 必須透過學校或青年團體報名 這個階段的招募 就不設個人報名 大家要留意 有興趣參與青年義工計劃的 學校或團體 就可以瀏覽義工計劃網站 了解詳情 而至於第一階段的義工招募 反應非常熱烈 在上個月9月20日已經完成 大約有3萬位市民報名 在未來12月底之前 就會收到邀請出席會面 符合資格和通過面試的申請者 就會收到通知參與培訓課程 完成培訓課程之後 將會在香港賽區測試賽 正式賽事 以及在比賽前後的相關活動 提供不同服務 包括接待抵港和離港的運動員團隊 接待觀眾和嘉賓 人流管制 交通物流 餐飲管理 以及支援頒獎儀式等等 全運會是大型體育盛事 可以參與 去感受到全城運動氣氛之餘 還可以增廣見聞 預祝各位義工候選人 可以脫穎而出 好了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